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2023奇瑞风云新能源之夜 作为我们自主品牌的先驱 奇瑞家族一直都是非常强的 那么这次新能源之夜 又会有哪些惊喜带给我们呢 首先在我身后的呢 就是奇瑞风云A9 用我的话来形容啊 就是买不了吃亏买不了账当 为什么这么说呢 它配置了CDC的电磁悬架 而且啊 零重力座椅 颜值呢 也是非常的哇塞 在我们外观 目前能够看得到的方面啊 是LED的大灯 还有轮圈里面 隐藏着Brimbo的刹车卡钳 溜背的造型也是非常帅气的 而除了这些之外啊 奇瑞还赋予了 它200公里的纯电续航 和1400公里的综合续航 神奇不神奇 这些都是刚刚开始 为什么我说 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呢 奇瑞赋予了它 1万公里一包羊 以及终身质宝 我们再去看一看旁边那辆 这辆风云T11呢 是同样的神奇啊 和风云A9一样 能够在5秒之内完成 0到100公里每小时的加速 而风云T11呢 采用的是2加2加2的座椅布局 并且能够实现第二排座椅横向移动 这个是在当下在售的很多车型上面 并不常见的 除此之外呢 它还能够实现L3级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以及城市的NOP 那么以后在驾驶它的时候 就可以实现在某些区域 从A点到B点 全程都不需要过多的去接触车辆了 真的是很神奇啊 它的充电呢 也比较厉害 可以实现19分钟 从30%到80% 并且车内啊 是有6平联动的 可以说这两款车型呢 都是非常符合当下小伙伴们的胃口的 永奇瑞的那句话怎么来说来着 混动还得看理工男 其实呢 在车圈里边一直流行着这么一句话 奇瑞啊 是挺会造车的 但是啊 吹牛的功夫稍微欠缺了一些 而如今的风云A9和风云的T11 我觉得根本就不需要吹 它的硬实力就在这摆着呢 不知道各位小伙伴们 两款车符不符合你的胃口 我也希望两款车能早日的到来 让小伙伴们接触到它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